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们回来公民齐齐说 我们继续谈谈家庭暴力的问题 在我旁边有雪云,有银鳳,还有当然小猫 刚才说到雪云不断在别人面前要复述那个惨犯 但是没有人理你的女儿,一直黏着 甚至十几个小时没吃饭都好像没有人理 去到庇护中心,庇护中心应该是庇护 庇护中心怎样给庇护呢? 你的经验呢? 我的经验就是,跟雪云刚才说都差不多了 因为一去到,她说她宿舍去给你听,要你守她的规矩 其实是很荒谬的 因为那时候的姐妹大多数情绪不稳定 她刚刚被人打到猪头饼 根本她应该是一个安乐的地方 关爱给她们,就不是说一些守规矩 我不是说宿舍不准守规矩 而是在那时候的场合,你说什么都听不到 你应该是舒缓她的情绪 去看她有什么需要,让她冷静下来 舒缓了情绪 她才能接受你的条件 那变成了,庇护中心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她是给你有牙遮头,不用睡戒 其他的事情,就是你自己去解决 虽然每一间庇护中心都有社工去跟进个案 但是很多时候她的出发点 是以服务提供者的方便为出发 不是以服务使用者的方便为出发 这是很不同的 甚至乎 行政方面 即是她提供服务方便 甚至乎有很多收费的服务 对 收费服务 例如叉电又要收你多少元 拿减粉洗衣服又多少钱 开冷气又多少钱 煲汤给你喝又收多少钱 那些 煲汤给你喝又收多少钱 对 因为她不会提供食物给你 最搞笑 其实是很残酷的 她明知道你没有钱 明知道你没有终缓 但她问你 你什么时候搬出去 你很租地方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事情 她有限制你住多久 有限制 原本就是说最长的 可以住三个月 但是有些庇护中心的单章 写到明 写到明是两个星期 所以有很多姐妹 她打热线的时候 包括她在求助的时候 都问她 你可以让我住多久 她通常告诉你 住过两个星期 她不会告诉你三个月 所以有很多姐妹 听到过两个星期 她就觉得 过两个星期之后又怎样 她就不敢出来了 因为她之后没有出路 我也期望 如果真的有庇护中心 听到的 都希望她们听完善过班 就不要说两个星期 就说你先进来 看看你个案的情况 怎样 然后因应的服务给你 起码让她离开暴力的处境 让她的情绪舒缓 这样才去想她的婚姻 可能对双方也是好处 不用说禁斗三个月 我刚才在想的时候 就是说小朋友一路跟着 入到庇护中心 其实都没有人可以帮你托管 等你有时间去调理你的情绪 你不会想在自己的小朋友面前哭 或者想在自己的小朋友 刚才还说 已经重复听了几次 你在外面对着外人 说爸爸怎样衰 或者怎样对自己 他又要消化 你可能需要调整 但通常妈妈都不想在小朋友面前哭 或者怎样 你应该是要保护她 是啊 其实一说到亲生对自己的东西 是自称的 整兵人 他对你讲到的东西是很相关的 我刚才也说了 跟见几个同样说他爸爸的死亡 到最后被会中心出来 就安排外面的社工 见外面的社工 跟外面的女士 我之前就听到我何时 说他爸爸的死亡 最后见那个女士的时候 有时候我跟女士谈 他爸爸的事 有些事是不用我说的 我女儿都会说 他会表达给女士听 我爸爸对我妈妈 他都会说出来 因为我前面说了几个 他可能是深刻一点 他都知道 原来那女士都看着我女儿 你懂的吗 是啊 他打我妈妈打得很厉害 有时都会打我 就是说说一下 女儿说都可以 不用你覆述 是啊 是啊 他后来在哪里去说话 我小朋友都会插个字 下去 他都是讲他的办法 因为他记得 真的很深刻 但后来 我最后的个案 我都跟社工说 自己参加那个 被害中心的时候 参加那个家暴游戏 就列了一份表给我填 我填了之后 自己填下 填填就觉得自己是优惑 那社工说我优惑 就介绍我 他补量局那里 就有那个 生理事 什么 辅导 之后 就继续了那个生理专家 跟我聊天 聊到我情绪就很简 有时可不可以介绍我 看精神科 他说你是优惑的 自己都觉得好像不是 平常的东西都很简单 为何会优惑呢 他说 讲了这么多次 我现在都可以表达自己是优惑的 有些姐妹是完全不知道的 有些 我很幸运在群伏 都可以提到十几年之前的过案 都可以提到很多姐妹 暂时都不承认自己是有病的 因为很多法律上的问题 对那些妇女都不太清楚 有些妇女就第一个影响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不可以看精神科 如果我看了精神科之后 那我就没有妇幼犬 没有了一个女孩 我怕没有了一个小朋友 我死也有懒惰 自己是 自称的老公不要我 我没有理由 都没有这个小朋友 他怎么死都好 他都不去看医生 因为自己挨 挨到自己 后来自己是挨不到的 就是成为云塌 另外最主要是 他自己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 就是他们自己不觉得自己有事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怕恐怕失去小朋友的抚養权 这个谋误 另外就是主流的社会 对精神病人有些歧视 他怕妈妈是精神病人 但将来小朋友去找工作 有困难 所以这些很多问题 压抑了他们不去承认自己有问题 就把责任给了银符 因为你看我 就是说很多时候 为什么外面的社工 原本是应该去做评估的 但也没有去做这个评估呢 就是因为那些姐妹求助的时候 都掩饰了自己 第一 第二 那些社工和姐妹相似的时间很少 就是根本是看不出姐妹有什么问题 而我们因为长时间和姐妹相处 就看到她的问题在哪里 特别是小朋友的问题 跟小朋友相处的问题 他口同我们说 他很疼爱小朋友 我也相信他真的很疼爱小朋友 他内心 反正行为出来 他做的事不是疼爱小朋友 那你就看出 如果一个正常的妈妈 很疼爱小朋友 他经常跟你说很疼爱小朋友 很怕不见了小朋友 但是他做出他的行为 不是这样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 另外就是他自己本人的精神面貌 我们也看到他 甚至我们说出来好像笑话一样 煮饭给了洗血精 都不知道 正常说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拿洗血精去煮 你都不知道 就是很多种种的迹象 看到我们这些姐妹 是一个抑鬱很大的原因 另外刚才小猫说 进了庙中心之后 有没有人去照顾小朋友 是没有的 我告诉你 而且姐妹在里面煮饭 是半个小时 或者九个字 那段时间 是没有人去照顾小朋友 你自己呢 小朋友不可以进厨房 很搞笑 但是也没有人去看小朋友 就是两边 两边就是 小朋友在外面 吵的时候出去看小朋友 有些人很小的 是的 甚至乎有些宿友 你帮一下我 我帮一下你 譬如下雨买送 或者去见律师 不如梁帝在那 那都不可以的 不行 要带上去 要带上去的 即是打风下雨 它是保障你小朋友安全 那叫保障你小朋友安全 不是 它是保障自己的责任 他保障自己的安全 是的 是 它是责任的问题 但他跟你说 我想你的小朋友好 小朋友跟着你 所以就是这样 这个也是 同事的姐姐 没什么分别 是啊 但是普遍来说 在香港 托管对于妇女 要去担当照顾者的角色 然后如何透过配套 去支援她们 都已经是做得很差 但是来到这个位置 就是说 我已经去到庇护中心 刚才我们说 有这么多这些问题 在这儿潜扰 我还要花多一些额外的气力 然后小朋友又要经历那样东西 又没有一些配套 其实那样东西 都是很深远的影响 那我们可以在下一节的时候 请阿云和文鳳 继续跟我们讲一下 过去十多年 你们又见到一些经历 或者现在其实有些成长了的年轻人 变成了他们在经历了什么问题